大家好 我是昂哥 我有一个爸爸 他对我影响很大 他呢 很自律 他平时就绝不允许自己 做任何家务 我爸特别会舒服 就是舒服到严苛的那种 就他能躺着 他绝对不会坐着 他投影都是投到天花板上 躺着看 茶都拿管喝 我家那沙发我都没坐过 我爸常年躺在那 人家说有些家庭的父亲是缺位的 我爸都不缺位 他是占沙味 我爸六十了 就他躺的时间长到 就你感觉他皮肤都不是往下垂的 是往后走的 就他整张脸 头发全是往后背的 就我爸去哪儿 你都感觉他是骑步的车来的 平时最剧烈的运动啊 就是换衣服 我爸回家脱衣服跟退皮似的 啪 裤子一脱自己出来了 我妈都佩服 没见过谁懒得这么麻利的 他其实他每天也挺忙的 挺忙 他要抽烟 他要喝酒 我爸喝酒的理由永远都是 开心 他总劝我妈 你要学会享受生活 我妈说我要学会享受了 你就没生活了 所以他在家里面 他喝得再难受啊 他在家里 他都不会表现出来 打脸呢 他就在客厅 他假装看电视 那目光都呆滞 我妈一看就知道喝多 你喝多了吧 我爸 你知道喝多的人 动作幅度不敢大 他一动 他就恶心想吐 他就眼皮抬一下 没喝多 那点酒 哪儿到哪儿 我妈看着我爸 努力伪装的样子 也非常贴心地说 那把盆还我 把他端一宿了 但是我爸现在 他知道健康的重要了 就人一上岁数吧 你都不用劝 他就知道了 你知道 天天在那聊血压 还啃进 非常担心血压高 导致血压非常高 所以他开始闭鼓了 就是不吃饭 吃空气 人家是用来养生的 我爸用来治病 七天不吃饭 饿得做梦都喊 给我留一口 胃直疼啊 在治愈了 里面重生的 到底十天膝盖开始疼 那明显就是缺盖了 非得说是半月半 再重生的啊 就该治好了 给我急的 我照这么治下去 人都没了 我说爸你说那重生 它不会是投胎吧 幸好我爸不是医生啊 不然这边病人都死了 那边还跟家属说呢 那治疗很成功 那这会儿呢 去二楼产房找找看吧 应该重生了啊 其实我爸之所以他敢这么闭谷 是因为我妈在 我妈 我爸在一起过日子几十年 准确来讲是 我妈一个人过日子几十年 我爸沉浸式体验我妈过日子 但是我妈现在的心态已经完全转变了 一辈子了 活明白了 也看明白了 你就当这家没这人呗 对吧 你就当没这人 你自己一人 不得过日子吗 你心态一直没准变 你发现 吃饭的时候还有个伴 这人还知道自己把碗拿到厨房 真挺好 真挺好 所以我妈现在真的 已经彻底不关我爸了 每天自己都去见朋友 健身 学会了享受生活 我爸开始抱怨了 说也不知道你妈是咋的了 我说你不知道我妈咋的了 啊 重生了 谢谢大家 我让哥 谢谢